软线和硬线怎么同时接入插座 这个螺丝拧紧了 但是软线轻轻一拽 它就掉了 硬线一碰就掉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今天看到一个学徒电工 它的接线方法 超出了大部分的老电工啊 那么它是怎么做的呢 碰到这种软线和硬线 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 直接压到这个插座里面 因为这个螺丝 就算我们拧的再紧 它始终都压不紧 一拔就掉了 或者说我们只压紧了硬线 软线压不紧 下面给大家来看一下 学徒电工是怎么样来接的 真的是 现在的学徒工越来越厉害了 我们把它剪掉之后 这个位置给它拨开一点 把这个软线给它拨的长一点 怎么接的呢 给大家来看 它先把这个软线 给它缠在这个硬线上面 像这样子给它缠紧 之后拿一个钳子 像这样子给它 捋顺 之后 它还翻了一个回折 它就是这样子做接头的 把软线和硬线给它拧在了一起 这样子 它来接线的 把这个螺丝松出来 这个它居然可以插进去 看到没 这样子轻轻松松就把它插进来了 而且稍微用力 它还能够插到底 对不对 那么插到底之后 我们把这个螺丝 给它拧紧 看 现在就已经非常紧了 之后不管怎么拔 怎么晃 它都掉不出来呀 是不是 这个是学徒工接的线 很多老店工为了图块 直接把软线和硬线 给它插进去来接 这样子接不牢固 这个才是正确方法 是不是 非常紧啊 非常耐用 简单又方便 朋友们平时碰到这种 软线和硬线 是怎么接在茶桌里面的 可以留言 好的方法一起学习啊 感谢大家的收看